今天 你怎么来了 你醒了 没事就好 你先休息 我呀 给你买了 最爱吃的桂园 没想到 你还对我那么好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要不是你替我挨了那一关 你现在也不至于 躺在这里了 今天 之前都是我不对 对不起啊 好了 过去了就都过去了 对了 你还记得这个东西吗 这个玉佩 这是我母亲的玉佩 那个女人是你母亲 站住别跑 站住别跑 哪儿去了 走 安排找 哥在这里 臭胶子赶紧麻烦给我打开 你们这全坏蛋 妈 救命啊 有坏蛋 小姐姐 还不快走 什么罪客户 嫂子非得收拾咱们 快走 小姑娘 这个给你 谢谢你啊 你真懂事 那你现在还记得那家会所的名字吗 时间太久了 记不清了 没事 你先好好休息吧 今天 明天是我奶奶生日宴 你能陪我去吗 嗯 好 各老太军 福朔廉长 各老太军 福朔廉长 各老太军 福朔廉长 好好好 好 亲奶奶 我们来晚了 表姐 这么重要的日子 来这么晚 我看啊 你是没有诚心 给奶奶助寿吧 哟 大嫂家这是闹哪出呀 娇娇不是离了婚吗 怎么还把前夫给带来了 人家秦天 和之前可不一样 现在可是天海集团的 幕后老板 我说大嫂 你以为现在还是那个 有钱就能为所欲为的时代呢 整个江城时日子知道 全新天下的北京冥王 宣布回归 举办了冥王殿 谁能参加那个议会 才是真的假如鸡 就因为他有钱 你们就把他带到奶奶的宴会上 蹭吃蹭喝 有用吗 对不起啊 秦天 我就是想着 是 今天 我是来给老太君购费的 姐 青春来到这儿的不仅有爱家 还有很多江城的营友 你这样做 不是给自己找罪受吗 你也是 非要带他来 让我们又被嘲笑 你看佳佳呀 又找到新的男朋友了 你这么 要关系得了 行了 我说你们一家要场 又闹回家去 这是奶奶的寿宴 不是你们老大一家的 我说大哥死了之后 就没人管你们了吗 好了 别在这儿让大家看笑话 既然你们都来了 就自己到门口那桌去坐 别拉着这个废物在这儿碍眼 省得看见金凡 奶奶 走吧 难怪爱家在江城这么多年 还是如其的衰败不可 今日一见 果然是有迹可循 臭东西 你说什么 怎么 年纪大了 眼神不好使 耳朵也聋了吗 这怎么一个个说话 都那么一句 你还不知道吧 老大家的爱家 最近达成了大了 好像那人姐夫 是北京大将军 绿是北京明王呢 爱萧萧 你过来是给我欠赌的吗 你还不赶快 给二叔家道歉 凭什么 我又没说错 为什么要道歉 行 那我替你道歉 萧萧 你干什么 对不起奶奶 我不该像做主装 把秦天给带过来 秦天在我们爱家 白吃白喝了三年 现在成了天海集团的老板 也没见他给我们 带来什么好处 反倒更费气 我们爱家 白眼狼 就是 养条狗见主人 还知道咬尾巴呢 哪像他 还敢烦咬我们一口 老太君 这大好的日子 干嘛动气 既然是爱大小姐惹的事 那不如 把爱萧萧负责的公司 让给恰恰打链 那定单是天海公司的 光是这订单就占了大头 谁要是收了这公司 可就捞了大油水了 要是把萧萧的公司收回 那天海集团的订单 也就作废了 给你点阳光 你就灿烂 那给你个母鸡 还不得下蛋呀 就算你是天海集团 幕后的老板 那又怎样 只要我解一句话 就能让他一主 林少 这可是天海集团 怎么可能说一主就一主呢 他秦天呢 只不过是个傀儡吧 林少 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知道吧 这天海集团背后 可是麒麟店众人发展之一 其背后真正的老板 是麒麟店之主 北京冥王 严下大名鼎鼎的北京冥王 怪不得这么些年 一直查不到天海集团的老板 原来是冥王大人在执掌啊 我以为秦天多厉害了 说到底 只不过是冥王手底下的 一个看门工具而已 林少 您竟然知道这么多 难道 您认识那位北京冥王 家父啊 正好是北京冥王身边的 德力心腹 托家父的光 有幸结交了这位战神王 说来惭愧 和那位大人几次饮酒之后 所幸称兄道弟了 哎呦 您和那位大人是兄弟 那这天海集团的事 不就是您一句话的事 这林少 深藏不露啊 爱玉家跟着你啊 有冥王大人撑腰 这爱家呀 成为地门豪族 指日可待呀 哼 你笑什么呀 秦天 我笑着冥王 也是真够傻 和什么垃圾 都 你竟然敢对北京冥王不敬 我对他不敬 你当着冥王的面撒谎 无尽的人 是你吧 你说和我喝过几次酒 还称兄道弟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最不喜饮酒 这个东西无事 大家都听到了吧 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 他那句话的意思就是 他是万人之上的北京冥王 哎呦 那大家还不赶快 拜见冥王啊 哈哈哈 秦天 你在胡说什么呀 恬不知耻 大明天 的北京冥王 是你这个废物 能冒充的 奶奶 秦天 他也就只是 逞个一时之能 逞能 别到时候 把自己和整个爱家 都搭进去 冥少 你这是什么意思 北京冥王位高权重 他手底下更是有 坐视灵力的四大战将 他老人家 不与这废物一般见识 但手底下那些忠心的人 就说不准了 我听闻 那华田宇得罪了冥王 让四大战将给废了 永久瘫痪 这家伙这么多 我一想就被传飞了 行了 赶快把他给我轻走 别惹我上身 奶奶 今天他 还有你 好好的寿宴 你请这个惹祸精来干嘛 你想害死我们吗 你赶紧把这团 都给别人打理 行 那是我无福消瘦了 我们走 无福消瘦的是他们 既然这里不欢迎他们 我们还是走吧 站住 你不是说自己是 大名鼎鼎的北京冥王吗 怎么 圣礼都不送就要走 老太君大寿 我呢 受家父所托 特意送来了几份薄礼 这个是 安息古茶树 头坯采摘的铁观音 价值八十万 果然是好茶 这个 是南洋海底绿翡翠 雕刻的绿如意 价值三百万 林少有心哪 这个是天外隐石雕刻的绿镯子 价值两亿 林杰 祝老太君 服如东海 寿比南山 而且我家父会参加冥王的回归宴 那时我会在冥王的面前 多提及爱下的 好好 这最后的礼 当值千金呢 这二小姐的贺礼那么珍贵 想必大小姐那位什么 北京冥王的贺礼 就更不烦了 拿出来看看吧 多珍贵啊 可这藏着掖着的 我自然是准备了更好的贺礼 像这种不起眼的东西 也配拿得出手 混账 你干什么你 秦天 你疯了吧 秦天 你到底要干什么 爱家和林杰这么对你 我自然不可能置之不理 五分钟之内 让四大战将带着贺礼 来爱家寿宴 我没听错吧 你让谁来 四大战将 过来是给老太君送礼啊 还是送你上路啊 行了秦天 你就非得自讨苦吃吗 秦天 你相信我 我哪一次骗过你啊 秦天 你对我好 我是很感动 但是你现在的行为 让我无比的失望 既然你不想走 我走 麒麟四大战将 前来给爱家肚离 地图中心区 一树一树一栋 天山野王山一株 北翠矿一座 现金一个亿 一个亿 直接当贺礼 直接当贺礼 现金一个亿 一个亿 直接当贺礼 请问 这是哪个大人物送的 自然是我们的主上 北境冥王相送 难道秦天真是北境冥王 秦天 这真是您让他们送的 主上托我们过来相贺 其实是看在 艾潇潇小姐的面子上 他呢 还托我们给您带句话 您说 这虽然是您的贺礼 但是需要艾小姐同意 才能给您 并且三日后的冥王夜 我们将亲自邀请艾家 艾小姐参加 直接参加冥王宴 潇潇 看来这次冥王 是对你动了真情了 你可要好好把握 至于那不该交的 就趁早断了吧 没错 秦天就只会连累我们艾家 我命令你立刻和他断绝来往 专心讨好冥王大人 我凭什么要讨好冥王 你糊涂啊你 冥王大人 那是了不得的大人物 你不讨好他 你是想害死我们艾家吗 你不讨好 我心里的不讨厌 你不讨厌 我自你不讨厌